无尊主动公开老婆真容,知道大家好奇,我们就大大方方吧! 在近日,无尊主动的公开太太的照片,让很多人惊呼,原来她的太太长得竟然这么美,两个人认识至今,已经有22年了,无尊和太太在一次偶然的相遇之后,两个人便确认了恋爱关系,在近日她发微博说,知道大家都非常的好奇,所以就大大方方的公开了, 很多网友表示,原来无尊太太的真容长得这么美,真的是让大家意想不到 无尊是台湾比较有名的艺人,最开始出道的时候,是以团队组合出道的,在那个时候,无尊长得非常的帅气,在刚刚出道就被很多人吸引,聚集了一些粉丝 不过在参加乐队时间并不是特别长的情况下,最终几个人已经分开,无尊从事宴与视野的拍摄 所以拍了很多的电视剧,如何张绍涵一起拍的公主小妹能够让大家感受到了她的演技 对于大家来说,她是一个偶像派的演员 在最近参加的综艺节目才让她以及她的家人曝光,让我们看到了那个美丽可爱的女儿 很多人都说,女儿的颜值都这么高,那么太太长得一定很漂亮 果然,无尊在2月14号的晚上晒出来太太的照片,她声称,知道大家都很好奇好,我就大大方方地公开了 并且声称,太太的就是她背后辛苦的拍档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祝福,另外也祝大家幸福快乐,并且上传了两张图片 可以看到两个人真的非常有夫妻像,而且一家四口非常的幸福和开心 由于无尊本人长得非常的帅气,所以吸引了更多的粉丝 并且恩她晒出了一家四口的照片,也上了热搜,让很多人感觉她真的很漂亮 而且一家人也真的很幸福 有的人会认为不知道太太的长得实在是太甜美了 没想到,这一次真的见证她的真容 无尊说,她和妻子在一起认识已经有22年了,所以她是我背后的拍档 也就是说,太太在16岁的时候就认识了她 两个人走过了漫长的22年,让很多网友感觉非常的感动 可以说,两个人的爱情时是非常长久的 相信有很多人都不能达到像他们这样的时间 太太是无尊的高中同学,也是她的初恋 据说她在16岁的时候,还没有女朋友 这样姐夫就给她介绍了这个女孩 没想到两个人一见钟情 最开始约会的时候,无尊也是非常紧张的 打个电话或者约会的时候,都需要事先准备一堆稿子 需要将字写在稿子上面 不过约会一段时间之后,就要到澳门去留学 所以两个人只能分开 不过恋爱中的人是非常甜蜜的 无尊在留学三个星期之后就跑了回来 而且她觉得很爱她 非常想念自己的女朋友 希望快点回家 经过了很多的波折 所以她们之间的感情是非常稳定的 很多网友在看到无尊太太的照片之后 看到她们一家人这么幸福 真的是替她开心 希望两个人能够一直的甜蜜下去 感谢观看